我們先從台南的民調簡單做個介紹 第一個 市長施政滿意度你們看到75.6 不滿意18.2 然後下一題 信任度78 14.9 這個情況都完全都已經絕對優勢了 然後第三題大家看一下 第三題就是最重要的 他現在是61.1 到今天 昨天晚上做菜61.1 然後這個蟹龍介是多少 蟹龍介不見了 上面是15.7我看到藍色那條線 那是蟹龍介嗎 那不是許中信嗎 沒有許中信紫色的大概是什麼2點多 我懂了我懂了這個表 所以蟹龍介15.7 15.7可能就是 就是這個 國民黨的基本盤 我來解釋一下 根據我的了解 包括現在 賭盤的這個情況 我大概跟大家解釋一下 台南的賭盤現在開盤了 開盤的話 讓20萬票 賭盤大概今天上20萬票 就是 黃偉哲讓20萬票 給蟹龍介 是今天賭盤的行情 再過幾個禮拜不知道 好不好 有機會我再跟大家介紹 南部的賭盤行情 叫拼盤 地方就20萬了 地方大家參加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黃偉哲這一次目標 他希望爭取的得票率 現在希望說 站上用60% 往65%去賣進 得票率 我現在講得票率 60% 到65%去賣進 但是他希望贏的票數 是贏到20萬以上 大概是他個人的這個 願望是如此 但是台南來講的話 最高的民進黨得票率 是這個賴清德創下來的 是72% 72%的得票率 所以黃偉哲跟 當然那個情況很特殊 那個情況就是在這個風整個在 往民進黨前幾年有利的情況之下 來年會忘記的反正不是很重要 那現在這個問題我為什麼講這個主題叫做 選後風雲再起 目前台南市議會有57席 議員 57席議員 那選出來的話大概有29席的話 就可以當議長 就可以當議長 所以那我們也知道市長大概穩定當選 可是上一次的台南市的議員選了25席 25席加上台聯有一席固定會當選 還有五黨籍還有大概兩席到三席 結果上一次就是郭信良議長 就帶了他的民進黨的議員就逃跑 出去就出走跟國民黨合作 合作情況之下就取得議長的大位 上次的故事這樣 但是上次情況之下根據 這個黨內人士跟我的說法 當時賴清德 他因為是屬於弱勢的情況之下 他在中平會沒有人 在中常會也沒有人 上次大家知道你們看到賴清德選舉的時候 被這個蔡英文打得很慘 打得很慘的時候他只有一個 林俊憲一個人跟他走 很憋 可是這一次賴清德不一樣 這一次的中平會主委是賴瑞隆 新潮流 那個新潮流跟新潮流不一樣 現在的新舊的新 那個很降初 新潮流現在掌握的中平會 所以怎麼意思呢 這一次只要敢 只要敢去跑票的話 全部開除黨籍 所以這一次有把握可以全部開除黨籍 黨內會有一個 先處理變成黨內先來投票 就是黨團先做成決議投票做成決議 做成決議之後 然後一直 按照黨籍來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這一次因為新潮流控制中平會的話 就造成了郭新良要再拉民進黨票的可能性 很困難 除非一個可能性就是民進黨團決定 全力支持郭新良 但這個可能性不大 因為會當選的席次裡面按照這次25到6席裡面 有12票 是新潮流的 所以大家知道黨內選舉的話 新潮流也佔優勢 中央也有 紀律 中平會佔優勢 所以這個 虎頭閘已經打開了 準備要狠狠的砍這個 砍這個郭新良 郭新良現在目前 他跟陳庭飛啊 這些都是政國會的 還有這個 台北那個 中央部長林嘉隆 林嘉隆這整掛人 還有你現在好朋友 你的新潮流 蔡世昱 也是政國會的 我看你的好友政國會 那政國會在這一局裡面 到底在什麼位置 他們政國會100%挺郭新良 可是這個挺的話 會不會有一個考驗 好 這段的背景談完的話 就講第一段的風雲再起 關鍵在哪裡 在桃園 因為台北市大概民進黨已經輸掉了 不用談了 按照目前的情況 除非 蔣萬安出大決 出大事應該要講 或是民進黨出大決 否則的話按照這種態勢下去的話 蔣萬安應該可以順利當選 這是我個人今天的 領先狀況的 推斷 但是還有20幾天民進黨還有什麼爛招不知道 國民黨會犯什麼錯誤也不知道 過去民眾黨出怪招我也不知道 但是整個情況就是台北市大概 陳時中沒有機會了 所以就像桃園 如果桃園輸掉的話 桃園被民進黨輸掉的話 蔡英文要交出黨主席 蔡英文如果交出黨主席的話 就進入賴清德時代 如果進入賴清德時代的話 我剛剛前面的背景再回味一下 知道說 郭信良就距離他的議長的位置 越來越遙遠 大家知道 但如果說桃園 是 桃園 鄭英鵬當選 那這個 這個 蔡英文就不用下台 也不用跛腳 不用跛腳的情況就要保持住主席的位置 這個時候的蔡英文會不會回頭過來跟政國會合作 來強逼 這個 這個 台南做出新的不同的決定 因為在選舉過後就進入2024的選舉序列 2024選舉序列裡面 蔡英文總統最不喜歡的候選人 曉欣你知道是誰嗎 誰 當然是賴清德 黨民進黨要只談民進黨 最不喜歡的候選人 就是要繳盡腦汁用盡一切的方式把它排除掉 所有的高科技低科技傳統 怪招 都會用出來搞的 所以桃園的選戰就會 很妙的 就會決定了 郭姓良能不能當議長 你看 這個 九拐十八彎彎回來就變成這個情況 那黃偉哲他變成六都他變諸侯 他變成黃偉哲的個性 他就是 華登出上了媽媽桑 左右 大家講話都好 總統也好 賴神也好 我不要得罪人 反正我考官我自為師 黨團你們自己去做決定 我不要介入 但是實際上 市長不介入的話這個議長不可能當選 因為只有市長最後有資源 去答應那個黨友 就是無黨籍的 未來你當選市長的時候也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最後那一天你當選那天晚上就有議長選舉 議長選舉你一定要介入 因為只有你有資源 給黨友 然後來投給你自己的 同志 這個權力非常大 在全台灣各地的 首長 都在 都在市長手上 市長才握有龐大的資源 去拜託去拜票回來 所以黃偉哲其實是關鍵人物 但是他面臨到兩咖 都一咖叫蔡英文 一咖叫賴清德 然後這個台南市就是賴清德的本命盤 本命區 所以 很尷尬的情況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講 說桃園的選情 的結果決定了蔡英文是否掰咖 桃園的選舉決定了賴清德時代是否來臨 桃園的選情決定賴清德是否能夠存活 所以桃園民進黨要輸才行 這個意思 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賴清德比較希望桃園輸 當然啦 不可能希望啦 不要講這個太過分了 對不起 他是說理性上來說 如果你是賴清德的話 不見的是 他很尷尬 所以他前段時間去帛琉 他不是釣魚了嗎 他去帛琉釣魚嘛 開船 帥 帛琉釣魚的情況 帥開船 釣魚度假 那個景點都是很好玩的 我就想說 為什麼他那個這個時候出國 不是 他被 他被排擠出國 應該這樣講 因為他如果有在國內 你記不記得上個禮拜是什麼樣的日子 上個禮拜到今天為止都是各地競選總部成立 然後賴清德沒什麼參加到 因為他去釣魚了 他缺席了嘛 所以所有的競選總部成立 全部都是蔡英文跟黨內的藥角在 在跑去 最重要嘛 對不對 賴清德跑去釣魚 所以就是說 他不想出國 高漢賴蔡總統 應該吧 被出國 這一趟選戰裡面最有趣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你看 從民進黨內的鬥爭 到2024選戰 到台南議長的選舉 到台南市長的尷尬 然後整個 整個之間的這個盤算 多麼的複雜在這邊進行 新竹跟台北如果民進黨輸了的話 那對蔡英文會也有影響嗎 我應該這樣講 台北沒有關係 因為台北本來就不是民進黨 可是蔡英文幹嘛最近一直跑那個 他已經八天橫五度吧 我記不清楚 跑哪裡 在陳時中那裡啊 他那個 200人300人常害也要去 他怎麼了 他什麼意思啊 這樣講 台北如果贏的話 贏的話 桃園輸 就沒關係 這樣打平手 可是新竹不重要 新竹就一個人在關心 柯建民 這是柯建民 我最好的兄弟柯建民 老柯柯建民也是你的好朋友 你們日本人懂事 柯建民在關心 其實新竹不到50萬人口 他的不重要的程度 遠低於基隆 因為你看基隆這兩天走三 我們都沒有 整個世界大亂啊 對不對 基隆影響我們 大台北區的影響 生活很劇烈啊 假的 你這個高宏安的助理 或是林根田的 林根人 沒事講錯 林根人的眼淚 流眼淚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 新竹不重要 重要就是台北 桃園 OK 這兩個重要 然後會連動到就是 2024 2024 整個盤局在這個裡面 所以大家一下子把這個消化不掉的請大家稍微 蔡英文最近每天要嘛去鄭運鵬那裡 要嘛就在陳時中那裡 其他什麼 什麼台版KK園區啊 這些事情他一律不管 完全不在乎 就是連那個 台北市的辯論會結束之後 陳時中的第一場 什麼尿口開講 蔡英文又去 又去 每一次去然後還 還跟他講說 陳時中辯論表演很好喔 還要用他的身份來講這個事情 他用總統的身份 最希望陳時中當選 台北市長 我看我都昏倒了 你知道嗎 哪有這種總統 希望一個台北市長誰當選 總統 你不能用總統身份講這種話 你可以說我黨主席的身份 來希望我們的黨內同志 陳時中同志 擔任台北市長 他居然會用 總統的身份希望 希望台北市長 難道你總統當年是被 被這個 柯文哲揉定了嗎 柯文哲做了多少壞事 讓你總統 台北市長 幹到底總統幹不下去嗎 這個邏輯上有問題的一個人 好像這段就 這段就一筆帶過 所以我們第一段給你解釋一下 台南市的選舉 看起來是很單純的一個選情 其實後面暗潮洶湧 牽動到整個民進黨的黨內的大鬥爭 牽動到2024的鬥爭 如果 我們 鋼